酷热不堪的三伏天来了,伏天养生要把握两个原则,一是冬病下至,二是下补三伏。 那么,长达40天的三伏天,该如何防病健补呢? 今年的三伏天是特别家常版,出伏,7月17日,7月26日,中伏,7月27日,8月15日,末伏,8月16日,8月25日,共计,40天。 为何要冬病下至,入伏后是冬病下至的好时节? 冬为阴,下卫阳,冬病是指某些好发于冬季或在冬季一家中的徐寒性疾病,由于肌体素来阳气不足,有着冬季外界气候阴盛阳衰,以致正气不能屈血于外,或重感阴寒之血,造成一些慢性疾病如慢性咳嗽,孝症,喘症,慢性血系,关节愣痛。 怕冷,体虚一干等反复发作或加重,春夏开始,随阳气生发,才是报调理疾病的能量,生下之际,外界热浪汹涌,体内心火正盛。 这时机寒最已被赶出来,寒为阴邪,中医讲,阴病阳致,冬病下至本市则为通过温薄阳气来驱除虚寒,是经落气血通畅,驱寒体质得到纠针,从而把冬病根除。 冬病下至,三福天以六鼻寒的好时机来了,中医生之吻阳气不足,也就是此生热量不够,寒从内生。 要记住,寒气是会沉寂的,且身体被寒气侵袭的地方,必会继续入阻,这叫做寒凝血质。 若寒气停留在关节,就会产生疼痛,停留在脏腑,就亦产生种物,停留在经络,就会使经络堵塞。 气血也会运行不畅,就会出现四肢不温,手脚发麻等症状,所以倘若不在夏日去出击寒,等到秋风一起,晚寒复来的时候,就又会内外交困了。 夏天要学会热着过,中医叫养生要顺应时节,夏天就得出汗,就得热养生,因此,我们要顺着夏季凉气的规律,采取以热制热的热养法。 喝热汤,芥皮,开胃,白毒衣,三豆汤,材料,绿豆,赤小豆,黑豆干20克,冰糖,做法,将豆子洗净,清水浸泡一个小时,将三豆放入锅中,加入适量清水,用大火烧滚后,转小火慢煮一个小时,待豆子开花后,放入冰糖,继续煮五分钟即可,放凉后连汤带豆一起食用。 绿豆,清热,解毒,消暑,赤小豆,清热,利尿,消肿,黑豆,补肾,义精,清热,二芙蓉菌丝瓜糖,材料,丝瓜,蟹味菇,鲜香菇,金针菇,胡萝卜,蛋白,麻油,做法,一丝瓜去皮然后解滚刀块,放入烧开的水中,加入少量油和盐, 放入丝瓜快焯至五六分熟,取出浸入凉水冷却,放到碗里备用,二锅上混入少量油,放入鲜味菇,白玉菇,鲜香菇,煸炒出香,加水煮开,中小火焖五六分钟,再加胡萝卜色和金针菇煮开,三放点炒好的蛋白,淋麻油,把煮好的汤浇在煮过的丝瓜上,拌下即可, 丝瓜具有清热解毒功效,同时,也适用于口臭,骨节酸痛,尿道灼烧刺痛等症状,这款芙蓉菌丝瓜糖,口感顺滑,非常美味,三,老鸭汤,材料,老鸭,红枣,一米,煮笋若干,做法,一所有的材料,连同老鸭一起放入砂锅内,一次加足水,二大火煮开后,在小火爆上二到三个小时关火, 加适量粘调味,鸭肉蛋白质含量比其他处肉含量高得多,脂肪含量却低很多,鸭薯水禽,鱿鱼生长在水边,肉味干危险,性偏凉,根据中医热者含之的原则,特别适合苦夏,上火,体内蒸热者食用,喝热茶,解暑,去湿衣,五花茶,食材,今年花15克,航白鸡15克,便豆花15克, 鸡蛋花15克,木棉花15克,鲜土芙苓50克,鱼米50克,做法,把以上准备好的材料洗净,需要注意的是鲜土芙苓以展成细块状,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水,煎煮30分钟就可以饮用,在饮用时可以根据人格口味,加入适量冰糖调味,功效,五花茶选用的都是清热,解暑, 适时功效的话,再加上适时,解毒,立关节的土芙苓,健皮粒水,清热,舒筋的鱼米,有很好的适时效果,二,陈皮芙苓茶,食材,芙苓五克和陈皮两克,做法,把准备好的芙苓,陈皮洗净,然后再放入保温杯里面,加入适量的热水,等五分钟左右就可以饮用,功效,陈皮芙苓茶有健皮粒湿, 而且还可以起到化痰减肥,健皮造湿,化痰虚脂等作用,热水抛脚,出鼠湿,夏季之气正当领,人的五脏六腑中鼠皮最怕湿,食气足止在脾胃中,就会出现没胃口,爱饭困,没精神等表现,这个时候抛脚,有助局吃出鼠湿,让人精神振奋,增进食欲,促进睡眠,民间有宴雨,夏天抛脚, 手势可取,说的就是这个礼,多运动,出汗排毒,常说到夏脸三浮,皇帝内经理说,夏季养生食气得泻,意思是说夏季人的气息要向外宣发,向外宣发就是今天所说的排汗,而排汗重要的方式就是运动,中医认为,夏天运动,可以加速体内的新陈代谢,增强体质,提高人体免疫力, 另外,运动还可以加强热适应,提高人体调节体温的功能,防止中暑和一些常见的热症,特别是女性要多做运动,达到出汗排毒的目的,建议,不要进行剧烈运动,可以选择慢跑,太极,跳操等方式进行, 一,呼吸系统疾病,如是量不足,肺脾气虚的慢性咳嗽,慢性阻塞性肺病,慢性止气管炎,哮喘,发复呼吸道感染,过敏性鼻炎,咽喉咽等,方法,第一步刮是背部,以背部的肺域为重点,并在其附近进行刮杀拔刮,第二步是手臂,刮是手太一肺经,重点刮是齿则可碎裂缺太原致端肺经, 二,消化道疾病,慢性节肠炎,慢性胃节,胃肠功能紊乱,慢性腹腺,呕吐等,方法,学位贴夫,在足三里,中蛙,气海,观渊血等学位贴夫,一起到激发正气,缓解疼痛,减少东西发作的功效,其次推广,真的来具有促进血液循环,改善血液流变性,促进新陈代谢,改善神经系统功能, 提高机体验也能力的作用,三,要健康状态,一疲劳,腰酸被通,失眠,纳差等性能不足状态,泳泉学,是人体少应圣经上的药学,吃法,睡前端坐,用手掌脱来回搓摸泳泉,即足底部108次,以发烫发热维度,再用大拇指指度点按泳泉49下,一感觉酸痛维度,两脚互缓,最后, 再用手指点按肩紧维度左右和49次即可,足三里,是人体足疗明胃经上的药学,电血法,可用双手大拇指指度点按足三里,每次108下,一感觉酸痛维度,爱酒法,指中草药爱为燃料,将爱溶点燃,直接或间接温热感穿透及腹入学,命门学,是人体督脉上的药学,方法, 掌插命门学,发热发烫维度,时间约15分钟,百会学,是人体督脉上的药学,它位于头部,在两耳阔尖端连线,于头部前后正中线的交叉点,方法,按摩法,睡前端坐,用爪指来回摩擦百会制发热维度,每次108下, 扣机法,用幼空心掌轻轻扣机百会学,每次108下,时间约10分钟,神雀学,极肚脐,又名其中,是人体督脉上的药学,它位于宁门学平行对应的肚脐中,方法,柔中吧,每晚睡前空腹,将双手搓热,双手左下右上跌放于肚脐,顺时针柔转,每次360下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